大家好 想和大家回顧一下上星期美股的状况 最近美股的跌幅挺厉害 标普500指数或纳斯达克指数都连跌了两个星期 固然指数全效着大盘股份去支持 但近这段时间都开始跌下来 但如果我们不看指数 我们看一堆增长股 或者新经济的股份 其实跌幅甚至是更加厉害 我们看到很多股份当中 已经跌超过五成以上的跌幅 如果由去年的高位去计算的话 其实已经是十分之多 这一轮为什么很多增长股 科技版块跌得这么厉害 跌幅如此厉害 其实近期就有一个杀股值的现象 而这个杀股值的现象 就是源于在11月的时候 当联储局主席鲍威尔 的一番说话 觉得通胀的暂时性是需要退出的 这个说法已经不再合适 而且会加快进行缩表 在今年三月底 就会完成整个缩减买债 这一点 都是不究竟的 他在10月份的FOMC会议里面 整个联储局里面的一个观点 就觉得 其实 将会进一步加快去收水 以及里面的官员 大部分的官员都会预期 2022年将会加息三次 而当中 在FOMC的纪要里面 亦都有提到 很多官员都会觉得 其实在加首次加息进行之后 的某一个时点 就将要需要进行这个缩表 一出到缩表 就很恐怖了 就立刻撮到很多一些的忧虑 恐慌 会不会的流动性 是罩减等等的一些的忧虑 我们看到就是 其实这一浪 在很多的成长股方面的杀股值的现象 是充分能够体现出来的 那究竟为什么是这么恐怖呢 缩表 我觉得都必须要回顾 就是 上一轮的整个退市的策略 整个退市的周期 究竟联储局做了些什么 其实如果我们参考上一轮的经验 始终这个量宽的经验 在金融的历史 其实就真的不是很长的 上一轮可以给我们参考 就是2013年5月份 巴南克当时宣布 就会进行一个缩减买债 其实缩减买债当时 都打了一个恐慌出来的 当时我们看到就是 在这个债息方面 是有一个移动 有一个大幅的飙升 源于纯粹是因为当时 巴南克的手段 处理得不算太好 也当时有很多警告给市场 就是说 联储局可能会更快收水 结果当然不是了 是拖足几年 慢慢地去做 但当时就有一些 靠客 可以这样说 令到市场有点恐慌 除此之外 其实你见到 缩减买债 在2013年年底 去进行 为期就是10个月的 做到2014年的10月份 其实整段时间 你见到就是 美股是继续上涨的 意味着就是说 即缩减买债本身 是减少买债的 但仍然是买债的 所以其实仍然是在买债的 背后的背景就是 流动性 是没什么太大的异样 甚至乎 其实是在做着 就是在做着放水的 所以其实美股是继续上涨的 然后去到就是 2015年的12月份 就首次加息了 你看到就是 首次加息之后 它拖足了 一年 要去到就是 2016年的12月份 才再进行 第二次加息 然后去到2017年 就做了三次加息 整个过程你见到这段时间 其实美股都是 继续上涨的 意味着就是说 就算你走到加息也好 其实对美股的影响 打击是不大的 但亦都要归功于 就是白蓝克和耶伦他们的功力 因为当时 始终就是跟市场沟通 一方面做得比较好 第二方面就是真是循序漸进地去做 而且做完一次之后 慢慢评估效用 要真是 说到就是说上一轮周期 在这个退市的环境 对市场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 就是去到2018年了 因为当时就去到鲍威尔接手去做 鲍威尔上任之后 2018年就加息了四次 甚至乎去到年底的时候 他抛出了一句 就是自动到行 缩表 吓吓了市场 市场很担心就是 为什么突然之间 收水收得这么厉害呢 甚至乎 流动性会紧缩得很厉害 因为缩表其实呢 我们经常都说 缩减卖债 没什么问题 仍然在放水 你加息 都是 上调资金的成本 但是你真是说 缩表的时候 就是会对市场的流动性 会带来很大的冲击 是收回市场的流动性 所以要很小心去做的 而2018年的经验就是 当时是做得不好 缩表其实在2017年的10月份 已经是在做的 但是 就已经是有些效应 就是有些地方 是有异样 结果出到来 2018年你又加四次息 同一时间你又进行缩表 再加上 加上一个警告 自动导航缩表 结果就造就了 2018年的第四季 美股是累跌 接近两成 差不多撮出一个 技术性的熊市 故事都是未完 大威尔之衰 即是立刻收回 一个自动导航缩表 这些言论 但是因为 其实当时 加得挺厉害的 利率 即是上条到 一个地步 同一时间 是进行缩表 所以 令到 其实当时 美国的债息 都已经 见了 在债券市场 反映出来的 信号 就是 经济开始 未必 顶得 这样的当前 利率的环境 甚至乎 去到年中 债息 就组了一条 倒挂的 知识曲线 即是 由债券市场的角度 预视着 美国经济 将会陷入一个衰退 去到 2019年的 第三第四季 即下半年的环境 就看到 一些 短期 银行间的 刷息 飙升 这一点 是什么 十年期 两年期 国债息 是完全不能够 反映出来 但当时 在银行 或者是一些 短期的流动性 是很紧缺的 而迫使 这个纽约联储银行 是要向市场 干预 去放水 这个Ripple Prisis 正正就是 源于这样的问题 好了 那么我们参考 过去的经验 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说 如果你要做Tapering 其实没什么问题 只不过就是 你要和市场有一个充分的沟通 就应该不会带来一个很大的疑样 或者动荡 试一试 其实就是 我相信市场都很广泛 预期 就是联储局在 去年的第四季 就会进行Tapering 结果就是 10月 的时候 就已经是 开始 落实去执行 这个没什么太大的意外 就算是加息 它也只不过是提高 市场的资金成本 我们说的是现在的利率仍然处在一个 record low的 level 所以 其实 Semi的变动 我就算当你 其实可能是年内 就是上条 三次 或者四次的话 其实那条数 有得计 但是真正令市场 感到忧虑 就是 就是流动性的紧缩 就是你真的要做缩表 现在缩表 其实我们只是谈一下 但是谈一下 都可以 这些这么大的反应 你就可想而知 市场是多么关注 这一件事 最担心就是 你加息 在今年 就是 市场本身没有想过 这么快完成 缩表 这个缩减买债 缩减买债 已经是 加快 去到今年 三月之分 就会完成 而且就会 缩减买债之后 就会立即 随即就会进行 加息 加息 由本身市场的预期 今年加两次 去到加三次 或者现在越来越多 去加四次 其实我们 很早就已经觉得 由股市这样的跌幅 其实可能 在股市的角度 是预视着今年 每一个季度 都会加25个基点 下年都会加25个基点 总之每季都会加25个基点 直至通胀受控为止 但是怎样都好 在做这么多东西 比较激进去收水的同时 你加上就是缩表 就不是说得少了 对流动性的影响 威力是很大的 所以我觉得在股市的层面 一早已经将这些 信号 这些因素 反映了下来 然后 令到很多的增长股 成长股 在年初的时候 投资者 一些机构 重新 为这些风险资产 去计算 所以 以至到现在 我们看到 这么多的成长股 有些抛售 杀股值 跌下来 跌得很厉害 都挺伤的 这一浪 所以 我觉得 现在最大的 不确定性 又是 央行的政策 会不会 有一些 政策的错误 是出现 由 2019年 那段时间 2018年年底 我们已经目睹过了 这一浪也是 本来说 通胀 不是一个 暂时 纯粹一个 暂时症的现象 现在已经开始 转态否认 这个第一个 就是 policy mistake 第二个 policy mistake 就是会不会 缩表 或者 收水 太过激进 而 撮到一些 风险 有什么风险 就是 回到2019年 类似的环境 就是 太快的 紧缩力度 令到 很多的资金 去杠杠 继而 会不会 持续的 利率的上调 去到 某个水平 而是 令到 经济 支插不了 所以未来 我们要观察 都是要看 整条 债券 的知识曲线 会不会 由当前 越来越平坦化 长短债息 收窄得很厉害 这段时间 逐渐 蔓延 去到 形成 一条倒挂的 知识曲线 我相信 是往后 需要密切 留意 一个现象 今天的sharing 就到这里 FSN1 助理为市全球 投资自负